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统 李宗盛 动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看着她 一遍 一遍 放看着手机 来吧 跟我一起打造新的娱乐圈法则 那是什么 全凭自己的实力 艺术与商业完美结合的娱乐帝国 我一直以为你会在意 其实我只不过是你的天空庭 有了你 我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可现实总是打击 怎么穿得这么正式 是有新片发布会 还是要去上节目 我真的很爱演戏 那种感觉 就像伤了隐一样 每拍完一部戏 我就更期待下一个角色 会是什么样 会是什么样的故事 我还能不能够演好的 观众 能否注意到我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们能否感受到 我想传达给他们的东西 如果有人来问我 这辈子 我最不能放弃的是什么 我会回答他两点 一个是爱情 另一个就是演戏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就是 做人的底线 如果因此而不再让我演戏 我也绝不后悔 你想说什么 这套衣服 是你第一次亲自为我挑选的 你可能不知道 它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是你 让我重新站在了荧幕前 是你 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有些人 一辈子都演不了一出戏 有些人 你辈子也许就只有一次机会 而我 已经尝试过了两次 这辈子 我能够遇见你 我已经知足了 谢谢你 放弃 你要干什么 你 你如果敢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饶过你的 这次你们接受专访 一定要积极配合 这可是为了冲击新人讲座的宣传 好好把握机会 对了 稿子你们都看熟了吗 特别是跟风景有关的言论 一概不许回答 知道了吗 云修 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我先上去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微风直播间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进来 人气大红的人气天团 The Lexi 欢迎二位 首先先请二位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楚风 大家好 我是云修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来二位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那么首先呢 要恭喜的是 The Lexi 顺利地入围了 本届金箔奖的 最佳新人奖的这个提名 那么二位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你们的心得呢 能够和云修一起合作 又一起入围这次金箔奖 我感到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至于最终的结果 我觉得 无论我和云修谁拿到 都是我们The Lexi的无上荣耀 我们两个都会 为对方开心的 那云修呢 我很平静 没什么心情 那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二位 就是最近 ES1的我们这个艺人的总监 风景先生 他的事情 想必二位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下 就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对风景先生 这个人的一些看法呢 我们是新人 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作品 至于其他的 我们 那些报道 完全是蓄意捏造 有人故意抹黑风景 风景 作为我们The Lexi的挖掘者 和培养者 没有他 就没有我们的Lexi 而ES1的 几乎所有的艺员 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他的才华 他的个人魅力 无论是之前身为演员的他 还是现在身为经纪人的他 都是值得肯定 他为ES1所做的一切 没有人可以抹杀掉我 我对风景的了解 并不是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 他坚定活改 政治善良 无论他被如何的 诅谈和污蔑 我都会相信他 继续支持他 另外 如果ES1 在恶意抹杀风景 那么我 云修 作为风景 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人 也会离开 ES1 ùng 仲景 现在小兮回击了 你看哪 小叶 小叶 你又发什么了 赶紧删了 删了 评论已经过万了 你让我现在删除啊 那我不是打自己脸了 所以啊 做人真实的 点单通道 生活美好 对不起 我当时想要阻止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节目已经播出去了 事到如今说对不起 还有什么用 你有这么大的动作 你一点都没有察觉 我之前不是让你跟他谈过话吗 该做的我都做了 马上控制中 已经发出新闻的媒体 把他们拉拢到我们的阵营 必须对公司一人做出警告 杜绝发生类似事情 云修这次完蛋了 这次 李锐一定会把他学藏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静观其变 无论是关于是 无论是关于ECE 还是关于风情 只要有人问 都说不知道 一旦时机成熟 我们就彻底脱离ECE 另起山头 以你现在的名气 已经无需为他人做嫁衣了 我已经决定了 要去跟利瑞 做一个了断 你做任何决定 我都支持你 可是 要是我离开了 你怎么办 你离开我就离开 你去哪儿 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我不想因为你一时冲动 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不管利瑞对我做了什么 ESC对你来说 都是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他之所以能捧红那么多艺人 就是依靠背后 强大的制作团队 而我呢 虽然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一些人脉 可我毕竟是一个人 一个人和一个公司 是不可匹敌的 一个人 如果他给你的爱 只是他所拥有的一半 我就宁愿选择另一个 不是很好 但他却愿意把他所有的爱 都给我的那个人 而ESC就是那个很好 但却只给我半分爱的人 而你 那么相信我 我曾经无条件地相信过一个人 可是那次差点把我害死 从那次以后 我就打算再也不相信任何人 但是我遇到了你 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 好 既然我们两个人 都被最信念的人欺骗过 我们又都最害怕 最痛恨欺骗的话 那么从今往后 离我之间 永不相亲 好 永不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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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 concerns 慢慢问你多吃点 要吃胖胖哦 聊人 吃嘛 你要是不吃的话 你云修伯伯看见你瘦了 会生气的 吃嘛 小易 风景的事情 你好 你可千万别再跟人家说了 这把那 我说大小姐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话 fading 难道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一只鸭子 当然了 鸭子画少你画多 好啊 那你给句痛快话 今天过年 你到底让不让我陪你回去 不让 你再考虑一下吗 你难道忘了我就是拍偶像剧出身的吗 什么壁东 长东 像你这个什么桌东 我都已经解释过了 你这招对我没用 不让去 就是不让去 悠悠 这个坏死死把你吓坏了吧 咱们不如她 咱们吃饭 来 厨妇你好 作为ESE的当红星人 风景曾经是培养你们的经纪人 你对风景的离职风波 有什么看法吗 你希望它继续留在ESE吗 这一段 千万不要剪掉 一般嘉宾要求不能剪掉的 一定是特别想说的话 所以一定会为你保留 这段时间 关于风景的事情 我早已想发生 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今天 无论谁要走来 我都要说 因为你们对风景的不公平对待 已经让我彻底对ESE失去了信心 一个卫公司鞠躬尽瘁十几年 一手为ESE捧红了很多艺人的艺人总监 到头来却是这样的下场 而力挺风景的云修 也因此遭到ESE的血藏 Delexia已经不再完整 是风景将我和云修联合了起来 组成了Delexia 而现在 风景被如此对待 云修被血藏 所以我决定 退出ESE 决定 再加上一把 你這樣好嗎 這麼大的霧 釣的島嶼嗎 釣魚這種高雅的藝術 看來只適合老幹部 所以老幹部這次 是真的準備提前退休了 以目前的形勢來看 這應該就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你這麼喜歡演戲 你的人生格言 可是戲大於天啊 人生難免有取捨 有些東西 就應該學會放下 我不能拿風景的未來 換我自己的苟且 但是以我對風景的瞭解 他這樣的個性 是不會讓你就這樣放棄的 走一步看一步吧 對了 你下個禮拜有安排嗎 暫時還沒有 怎麼了 沒事兒 隨便問我而已 你瘋了嗎 我現在很清醒 我就是要離開 行啊 一千萬的違約金 否則不要跟我談什麼離開 如果是一千萬而已 自然會有人替我付的 雲羽 雲羞不能說著我 你的確什麼都不如風景 也難怪利瑞意願 找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 也不會讓你傷我呀 你應該不想到 我會不會讓你 你教你的 你不要招求 我可能是怎麼會 我會不知 你 我會不會讓你 我會不會讓你 我會不知 找一個人 我會不會讓你 我會不會讓你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你这是 先把门打开再说 我现在是失业人士 要开源节流 所以我就把我的高级公寓给退了 我看你这不错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不要浪费资源嘛 这个房间我喜欢 我就睡这儿 这是我的房间 你可以睡楼下吧 我 不要这么客气 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客的 喂 好的 我马上派人去接车吧 瞪着我干嘛呀 终于搞定了 这几箱是我的随身用品 还有五车 一会儿就到了 还有五车 你先负责把这些东西 按照我规定的位置 放到我刚才选定的房间里 不过我提醒你哦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乱动 我不记得很清楚 我以后来 我应该怎么应该 我能到你 去哪里 我就让你去哪里 我给你 你爸 最近的颜值略有下降 但也是时候带她回去见家长了 姐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雨哥都快杀了我了 她烦不烦呀 每天起码给我打十几个电话以上 都成了四二个电话了 既然你知道 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了 给她一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不行 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行 姐 其实雨哥人挺好的 又给你买花又给你买衣服 整天来看你 你跟她在一块一定很幸福 所以你想想 手 过年 还想不想要姐给你抱个大红包啊 其实雨哥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让我二选一的话 我还是选你大姐 就知道嘛 来 可是也那我儿能不能说 我儿子 我来 你 我来 撕 你 我来 可以 你 男艺人家的钥匙 如果被记者拍到的话 又变成黑的了 本来你就是招黑体制 正好我住过来 钥匙我没收了 自为一个经纪人 随便借宿在自己艺人家里 这像话吗 把钥匙给我 这是我未来婆婆给我的钥匙 给我 给我 给我啊你 你等不等啊 对不起对不起 算了算了 他最近刚辞职 没有地方住 你现在先再住一段时间 没地方住是吧 我有的事情 我出钱帮你租房子住 可以了吧 我要去洗澡了 敢不敢跟过来 有什么不敢的 把钥匙给我 我们吃早餐 对 风先生要不要一起吃点啊 虽然没有买你那一份 谢谢 我从来不吃路边摊 路边摊 才是我们大中华美食精髓 才是我们大中华美食精髓 这是去年的款 接了 这很好看啊 我要了 这还可以 归我了 这个我也要 我也要了 我也要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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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的风 懂不懂啊 一桩屁 每个屁位 这下我没时间买 归我了 这也我也要了 穿过的内裤你也要 可是一千万 我根本承担不起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其实不单是你违约了 ESE也同样违约了 ESE也违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除了花样之外 ESE的合约里 给你的接系条款 都没兑现过 这个理由啊 能行吗 Dalexi是个组合 那么利益损失的 就不只是你一个人 而是两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和云修 一起上告的话 那么违约金 也就只有四五百万了 更何况 在云修发表了 那一份感言之后 现在的形势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可以帮你去跟 利瑞谈判 为了能重新开始 这个家 值 你觉得值就好 你找我来 又这么帮我 是不是因为 不想让云修一个人 承担这一切 冯总 有些话 我一直想问清楚 当初是你把我 送到日本去的 为什么在我回来之后 你处处偏袒云修 但我却不闻不问的 我哪里比不上他 你这个人 自尊心过于强大 做事情太过于急功近利 不过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最后 祝你虔诚似尽 妈 阿姨 您这是 出院呢 今天出院 医生说我 已经完全康复了 可以出院了 那您怎么不跟我 说一声呢 这不打算 现在告诉你吗 还有 妈妈就先不回家了 我订了一张 取下卫仪的机票 准备出去休养一阵子 妈妈不在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 我陪你一块去 你工作那么忙 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 除了拍戏陪妈妈之外 你也得有点自己的生活 妈 是不是因为 我没有照顾好您呢 说什么呢 你已经把妈妈照顾得很好了 妈妈心疼自己的儿子 还有 妈妈也想 有点自己的生活 阿姨说得对 阿姨还年轻 说不定 阿姨就别吐什么热闹了 对吧 阿姨 来 自撤 照顾好你自己 好的妈 保重 一路平安 阿姨 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 再见 拜拜 拜拜 妈 你再找我们 真心要为阿姨点个赞 等我活到她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要跟她一样 只有有事件 你说是不是 人呢 等等我 阿姨 我带你 有什么话就快说 你终于发现我心情不好了 快说 我姥爷让我带着男朋友回家 我姥爷说了 如果不带男朋友回家的话 就别回去了 快说我 那就别回去了 你气死我了 你就不能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演吗 你是暖男暖男 应该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好的柳姨 我跟你一起回家 其实我有个更好的 什么主意 最近网上特别流行 租男女朋友 你可以租一个男朋友 陪你回家过年 际兄 我要爆出口了 际兄 你怎么带着 你干什么 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傻啊 健身房秘又没清晨 你想让这么多人看到我们俩在一起健身 你是不是朋友 是不是朋友啊 你居然让我在网上找男朋友 我这么红 年纪这么高 这么出名 万一被人曝光了怎么办 后果很惨的好不好 再说了 你妈现在在夏威夷度假呢 风景有失业待在家里面 她也要亲近一下 想想未来该怎么办 你呢 拍戏这么累这么辛苦 你也应该到处去走一走 散散心 对不对 你找元宇不是更好吗 你难道不知道元宇追了我很多年吗 如果我带他回去的话 那岂不是给他希望 我不喜欢他就不应该给他希望 所以 综上所述 你是最适合的人群 你再仔细想想 说不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哪 不用想 我已经帮你把你的机票给定好了 如果你答应跟我回去的话 我就告诉你有天大的命运 其实 主母 我求求你 不要走好吗 你不要走好吗 我认输了 我认输了 我求求你不要走 你走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别走好吗 用心 我已经决定了 也许对你对我 都会是新的开始 我不要什么新的开始 我只想我们像从今一样 好好在一起 我会当上总监的 我求求你了 我们都清醒清醒吗 你还没发现我是在利用你吗 利用你上位 利用你排挤云秋 你干吗 这种欺骗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我不想折磨你 也不想再折磨我自己 孙兴 我们就此分开 这样才能解脱吧 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 你是这样 是吗 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吧 其实我们根本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眼高手低 一样的趋炎腐蚀 谁也不要说谁 我已经看清自己了 希望你也是 永远不要恪求我 永远不要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有什么资格 如果最后还是割舍 怎么当初还会不舍得 我是谁能问谁 我是谁能体会 世界万种滋味 我具备 我是谁让我醉 我是谁我不配 永远难安安做结尾 永远难安安做结尾 永远难安做结尾 最后还是害死的